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一個下午的軍演結束之後 就立刻宣布制裁最新的台獨頑固分子 例如沈柏洋、曹新成這兩人 還有黑熊學院這個組織對吧 那比較搞笑的是 這份台獨制裁名單 先前就已經有副總統小美行了 但是這個台獨名單十幾二十個人 卻沒有現任的總統賴清德 與前任的總統蔡英文 有沒有覺得非常搞笑呢? 而中共官方表示什麼呢? 自己設立了專門舉報台獨的信箱 目前已經接到數百條檢舉台獨的興建囉 並且送去相關部門證實 並稱這個是正義之舉 希望台灣民眾自覺與台獨劃清界限 所以看我的節目 或是支持我們節目的人 甚至是支持賴清德的人 都不算台獨對吧? 因為我們都沒有被制裁啊 所以請大家多多看我們的節目 在我們還沒有變成一個 真正的中共承認的台獨分子之前 而中共的制裁是限制本人跟其家眷 親屬來到中港澳 這就蠻有趣的 我問一下哈 中共國自己是不是在搞台獨呢? 為什麼中港澳裡面沒有台呢? 是分裂台灣嗎? 怎麼不是限制他們進來中港澳台? 台灣難道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嗎? 小粉紅不要再跟我耍嘴皮子說 台灣是包含在中國裡面 因為台灣不是特別行政區 所以中港澳包含台灣 那你現在把曹新城給我驅離台灣領土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台灣跟港澳是歸在這個境外 是歸在國際線? 算了你們根本小粉紅都沒出過國 應該也不懂這些情有可原 所以這裡還是請 中共台辦制裁台獨頑固分子習近平好嗎? 而這次中共吵吵結束不到一個下午的軍演 不僅國際航班船運不鳥習近平之外 習近平派出的戰鬥機也被我方軍機給鎖定 並且又公布在網路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OK,這已經是今年啊 第二度中共軍演被我們鎖定 且公開畫面囉 第一次在五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僅他們的戰鬥機 連轟炸機都被我們鎖定了是吧 那這次中共又不死心的想試試看 自己經過了這四五個月啊 裝備跟反應能力有沒有辦法反制台軍 跟反制美軍的鎖定技術 沒想到又粗暴被鎖定了 而台灣用的這個 還不是美國現在最新的技術 都可以把中共嚇得屁股尿流了 如果正面中共跟美軍硬肛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要魂飛魄散還是怎樣 當然啦我本人只有一個疑問 有沒有空軍的兄弟姐妹可以解答 在我的認知哈 要鎖定敵機就是命中率要100%非常高 通常是從後方鎖定 因為我看一些電影也是這樣嘛 捍衛戰士2也是這樣是吧 從畫面看來啊 從我們國防部公布的畫面都是側邊 好像是這樣子是吧 還是說從現代的技術已經可以從側邊鎖定 鎖定之後 側邊飛彈飛出去也是可以精準的擊落目標 這個我確實不知道 這一部分也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提出了這個疑問 當然我不是空軍小粉紅也不是 但是我們從畫面來看確實共機是被鎖定了 好那現在就有中共的網軍了 故意放出這個水準質量 非常低落的合成畫面 來充當是台軍鎖定共機的畫面 然後大肆宣揚 最後在自己辟謠 這是假的是合成的 你們台灣人都是這個麻木了是吧 所以你們國防部公布的也是假的 藉此來洗掉台軍原版鎖定的共機畫面 全都打成是假的 這就是資訊戰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假的影片是長什麼樣子 位於台灣國西南空域高度6000 公尺的中共軍機 減20請注意 你已進入台灣國空域 影響我們安全 你已被我火控雷達鎖定 立即迴轉脫離 來各位看一下假在哪裡 第一個假在這個戰鬥機 那個光影都不會變 然後那個背景 一直是這樣動的這樣動的 然後旁邊那個細節也是很劣質 然後他的那個鎖定的那個也都是這樣 感覺像是一個三五秒的動畫素材 輪著放的 但是我們看原版的 原版的鎖定之後 可能中間會有零點幾秒的失焦 又拉回來 還故意拉近拉遠 跟你說這不是假的 真的的距離是 放大了 放大了 好幾二三十倍 但這個呢 這看就是假的嘛 所以大家要分辨 假的 AI的 跟真實的 我發現現在很多人 就是明明看起來 那個就是很 很AI的東西 大家都分不清 或是這個明明就是真實了 大家不想要去搞清楚 然後就一口說 啊這假的 這AI啦 我發現大家這個真真假假的 越來越難分辨 但是你只要花點心 不出個三五秒 你就可以分辨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如果你也覺得 有些真的是假 那就代表 你看的真的東西 不夠多 所以希望大家要提升一下 真的假的 假的真的 包含前幾天那個 韓國軍演 還是那個國慶啊 好多直升機飛過去 po在網路上 有人說那是假的 那是AI合成 那就代表 他沒有看過 真實的直升機在飛 他沒有弄手機拍過 他以為那是AI 而中共草草 結束了一個下午的軍演之後 隨之而來的是什麼 美飛為期十天的軍演 十天啊 而這也是美國 結束七月份 聯合軍演 大概三十多天的 再度的軍演 美國 絕對的實力是碾壓中共 包含後勤 美飛雙方各派出 一千多名軍官兵來參加演習 以及為數不多的澳洲 英國 日本以及南韓人員也有參加 但是有些話真的不好說啊 我只能說今年我有參加台日交流 安倍晶三的這個夫人嘛 跟一些日本很有名的一些政要 還有商人 還有一些我不好說的人 那台美日 以及周邊印太的軍演 甚至台灣自己的軍演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軍官來指導 或是參加 我們台灣到底有沒有人也拍過去 這個大家我相信都心知肚明 但不好說 我們絕對是失口否認的 那大家為什麼表面上都說 沒有啦 不是為了抗共或是保護台灣 但事實上大家做的行為 就是讓中共最不爽 這些軍演讓誰感到最威脅 那就是針對誰 不是嗎 很多時候啊 大事 或是牽扯到很多的國際事物啊 牽扯到很多國家的事情 是不能用說的 是用實幹幹出來的 當然習近平最近肯定是更有心思 對付台灣以及整治軍隊啦 因為他已經把經濟問題 交付了不少權力出讓 給一些元老 像是溫家寶之類的人 而這也不難看出端倪 習近平習慣把爛尾的政績 或是政策交給其他人來收拾 與其說是元老奪權 還不如說習近平覺得爛尾 我放給你們去玩 這兩者有不同的政治信號 那我覺得習近平也是一個挺聰明的人啦 一旦明年的數字 衝得不好看 或是元老獻祭成銷不好 你也有藉口可以去打壓元老 欸 我放給你做 怎麼做不好 你不是春牛兵 你做得很好嗎 給你做怎麼又做不好呢 那他又可以重新獨攬大權 而習近平在10月15號被證實啊 他仍在福建漳州市考察 若是兩岸開打 福建也是對台的第一線 中國國防部也宣稱啊 東部戰區 當日一個下午就完成了演習各科項目 全面的檢驗了戰區部隊的一體化 聯合作戰能力 好啦 我覺得退一萬步來說 你們或許是視落高級黑啦 給美國給台灣看你們軍演怎麼鳥成這樣 來降低我們的防禦力 來降低我們對你防範的這個決心 而且你是紫老虎啊 那我不用花這麼多心思在你身上 一開戰下萌藥 哇 美國嚇死了 原來中共之前的軍演都是裝蝦裝弱啊 當然啦 這個機率可能2%啦 當然全世界包含美國 英國以色列歐洲各國日本都在 痛罵中共在亞太地區在台灣附近軍演 造成的恐慌恐嚇 美國也放話說 中共不要試圖用軍演來改變台灣 當全世界正常國家都在譴責中共的時候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卻小罵大幫忙 記得啊 是呼籲 用呼籲的請中共保持理智要克制 因為中共你這樣做對兩岸人民都不好 對兩岸的關係也不好 然後一轉頭火力全開的槍賴清德 挑釁中共 搞得這個台海戰爭 我問號耶 你國民黨乾脆宣布跟哈馬斯塔利班 北朝鮮 普丁 伊朗 還有中共國為好盟友好了 你們的價值觀全都是相近的啊 全世界也只有上述的國家或組織以及個人啊 是支持中共這樣的行為 不然我也來學一下貴黨的邏輯好了 1995年2月8號 國民黨軍隊在邪惡美帝國主義的掩護下 從大成島撤退官兵百姓共計3萬多人 請共軍保持理智克制 不要迫害兩岸人民的感情 而萬惡的美帝把我們推向戰爭 用軍隊來掩護大成島的軍民啊 撤退 讓我們打來個美國代理人戰爭 蔣介石政權破壞兩岸和平 蔣介石下台 蔣介石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挑釁中共才讓大成島失守 我們有知己的跪點 中共才不會有戰爭 這就是現如今中國國民黨對中共的價值觀念 你們一方面嗆民進黨搞台獨 又同時嗆民進黨不敢搞台獨 我又問號了 所以到底有台獨還是沒有台獨 那民進黨確實有聯合除了中共盟友的國家 在提升台灣防衛能力 以及台灣在國際地位的這個輿論上 反觀你中國國民黨 你主張反攻大陸嘛 你們的翁曉玲也是主張反攻大陸嘛 你們練兵組織成員黨員 每天跑個三五千練游泳 要練體能啊 畢竟你們也是要游泳過去打戰的 每個月派出一波人 去美國練槍沒有 或是去俄羅斯練槍沒有 去泰國練槍沒有 你們去緬甸練槍沒有 沒有啊 你們組織要反攻大陸的沒有 你們也沒有 這兩邊的價值觀到底是誰在打嘴炮 你說民進黨搞台獨 他有在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 你們國民黨要反攻大陸 我沒有看到你們在反攻大陸 做出了什麼實幹的這個演練 或是說讓你們國民黨政權 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回到中國這塊土地上 甚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給推翻 我沒有看到你們出任何一分力 你嘴上說要反攻反共 去又破壞台灣防禦能力的團結 你嘴上說要反攻 然後你又覺得台灣防守防不過 我又問他了 中華民國的神主牌 你們國民黨已經不配拿了 不要侮辱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好嗎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分享 我是爸的下次再見了 拜拜